苏丹宏事件持续受到关注 行政院发言人林子伦 14号转述院长陈建仁在院会中的才事 要求相关部会及地方各单位 月底前精进食安强化措施 行政院在本周五将邀请相关部会 及地方行政卫生单位 共同召开食安整合会议 就本次事件后续的食安强化措施研讨精进 务必以本年三月底前完成 此外陈建仁则成秘书长李孟宴 研议成立食安检验基金 食安办主任徐福指出 因为有立法委员在食安会报中表示 中小型业者因进货数量少 自主检验成本太高会有困难 院长就针对这一点 请这个秘书长开会找相关部会 去研商怎么样来合作 做一个可以产业界跟政府 这个可以配合起来的 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看看是不是有相关的基金或者是平台可以做 林子伦说 陈建仁在会中强调 台湾目前食安管理系统 包括边境查验 后市场集合 业者自主管理通报 以及所建构的追踪追溯系统等措施 都有必要严实检讨 尽速补强改善 后来将透过政府管理 产业自律以及民间参与等三方协力合作 放大食品安全管理效率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维 由黄晏玲台湾台北报导